还是来说说天上的事 昨天下午呢 一架穿航的航班挂出了7700的紧急代码 稍微了解一下就会知道啊 7700呢代表着遇到紧急状况 比如呢机械故障 或者是机上人员突发疾病等等 但是呢并非一定代表飞机处于非常危险的状况 是的那么穿航的这一架航班 到底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20号下午穿航31588844航班 由北京首都机场飞往成都双流机场 而在接近降落的时候 挂出了7700的紧急代码 最后是安全落地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算是有惊无险啊 成都人吕女士呢当时就在航班上 说呢自己当时还是有点吓着了 在昨天下午的14点07分左右 吕女士打开手机地图发现 发现啊这个飞机呢接近机场上空时呢 又突然远离机场 一时向南飞 她内心呢有些许的疑惑 随后吕女士听到了机场广播 说这个飞机的发动机出现了一些小故障 但是她有信息让飞机安全降落 预计5到10分钟可以降落 请乘客放心 吕女士说啊一开始呢有点害怕 但是因为飞机啊没有异常颠簸 也没有听到异响也没有失重 那么听到机场广播之后呢反而放心了 其他乘客呢也安静的坐在位置上等待机组指挥 飞机落地的时候并没有停在平时的洛克区 而是停在了跑道上 后来机场的工作人员是用拖车 把飞机拖到了一个广场上 看起来像是检查和维修的地方 乘客们才下飞机 吕女士说啊直到飞机安全降落在机场跑道上 我们在飞机上等候下机时 刷微博啊才知道了很多人关心这趟航班的情况 下飞机的时候呢看到很多穿着黄马挂的机场工作人员 一小队一小队的还有几辆小黄车呢 是从飞机头部那边开过来 不过呢他对穿航机长有信心 整个过程并没有怎么担忧 就在昨天晚上四川航空官微就客机出现一场情况 通报了相关的信息 通报说执行该航班的客机呢 是在飞行途中出现了疑似发动机故障信息 而航班机组呢随即启动了该类情境应急响应程序 按照标准处置程序 通报空管机场航司等相关方 做好协同处置准备 并且按照标准规程有序操作 船航表示呢单发失效是飞行员日常特勤处置训练的常规科目之一 那么经过系统专业培训的合格飞行员 均能有效处置应对 确保航空机以及机上人员的安全 根据了解 涉事飞机是机灵10.5年的空客A330-200 咱们再来给大家普及一下 这个7700的紧急代码 7700代表飞机出现比较紧急的情况 通常会选择备降或者返航 飞行员在飞行过程当中 遇到特殊情况会将应答代号设置为特殊代码 这种特殊编码可以使飞机在空管的雷达系统中 以红色标志区分 提醒空管人员和其他空中机组注意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